另外呢 我们在修行中讲究四个字 法财履地 记住 法是要有正法的师父 日月明的明师注释 给你有传承的正法 你要寻找到这样的正法 正法的道场 正法的法脉 这个正法刚才说 就交给你 怎么去修空性 怎么无我的师父 这才是正法 而不是去搞迷信崇拜 师父厉害 团队厉害 什么厉害 我们的法门厉害 我们的体系厉害 我们的邦派厉害 这都是魔法 因为只有空性 如虚空 大虚空 如太虚空的空性 才是如来 我们最后一定是修到 这样的修心境界 你才是正法 这个是法 我们现在带给大家了 所以我在交给大家法的时候 清楚明白地告诉大家 这个是来自哪个师父 来自哪个帮派的 这不是我的法 因为我无我 张补生没东西 张补生他也不是个东西 张补生只是一个假名 来世我也不叫张补生 上一世我也不叫张补生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名相所骗 你还追求着你的法厉害 你的团队厉害 你的帮派厉害 你就没去掉这个我 所以这个是法上面 大家要有简则 要走正法门 财 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大家 解决财富的问题 一个方面证明你修对了 说财富增长了 这是福报增长 另一个就是 大家只有钱财 只有你今生财务自由了 不再为钱财去卖命 为挣那点钱 而去忙碌到没有时间修行了 没有闲时光了 那这就是错误的人生 所以我们要帮助大家实现财务自由 就是等到有一天 你钱多到了 你根本这辈子花不完的时候 你就会辞去你那份辛苦的工作 不去干了 然后有时间跟着师父上山修炼了 耶稣基督当时带上山 五千多人在山上修炼 我希望我们今生也有这样的机会 五千人聚会一处在高山上修炼 那就必须解决你们财务自由的问题 你不能够到时候买不起机票 还要师父给你报销机票 还请不下架 然后回来被炒鱿鱼了 那个时候不是你们被炒 是你们炒老板 不干了 所以财是必须要自由的 因为我们是局势深修党 你财富不自由 你就不可能真正大自在 也是你的福田不够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要增福田 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福德增善计划 未来还有很多的计划 帮助大家 帮助真正的修行人 解决财富自由 而不是贪婪的人财富自由 所以这是财字 旅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团队 我们要有这些兄弟姐妹 你们的左邻右舍 坐在你们旁边的人 你们转头认识一下 狠狠地看他们几眼 为什么 要跟他们纠缠着 他们成佛了 必须带着你们去成佛 他们成到了 必须带着你去成道 这叫纠缠 这个道理实在难求 一群修道人 肯在道上走不退转 相互搀扶着走 相互拉扯着走 我们都走到极乐世界 都走到今生立地成佛 要鼓掌就大声点过 这就是旅 所以大家要结成团队 跟着OSS不掉队 在这个平台上 大家相互搀扯着走 还是那句话 狗富贵 勿相亡 不要自己求富贵 要带着兄弟姐妹 带着有缘人 一起富贵起来 那么最后一个是地 修行要有地 这个地 一个是内在的新地 要长扫 另外是外面 我们继续借助 依报世界的风水宝地修炼 大家一定要去这种 风水宝地 地球上有九大龙脉 九大龙脉 希望你们跟着师父 都到九大龙脉上修炼 那这个可以省好几辈子的功夫 那么如果你们修炼得好 今生立地成佛 是有希望的 啊